晚餐后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寒夜里 他究竟遭遇了何等命运 无辜失踪的他 揭开了另一个人 泯灭人性的阴谋 堆积常善的谎言 掩盖不住一个令人惊愕的真相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水 饭局后的迷惑 天网漫幕即将播出 我又不能哭 孩子一天我哭 孩子闹不住 他们见不住 他爸说不上话 孩子就一小六岁 谁家也承受不了 像我都承受不了 我听着笑我都怠着 这个被痛苦折磨的女人 是内蒙古多伦县的聂丽君 她一向以白火摊为生 老实本分的丈夫 李承涛 也是个靠劳动养家的装献工 2010年10月11日这一天 他们辛劳但很幸福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改醒 由于丈夫是靠在街边等活搞装卸 因此手机要保持全天开机 关机这个信号 让妻子感到了几分不祥 丈夫一夜未归 而且始终关机 天一亮 聂立军第一个联系上来 丈夫李承涛的五弟 妻子按经验推断 丈夫可能和张景龙醉酒后一起住店了 她跟张景龙喝酒也喝过好几回了 张景龙再说也上我家喝了好几次酒了 我说跟张景龙喝酒就没大事 但是这一次 妻子良好的愿望 却被一个又一个异常现象所打破 这一次可能真的喝出了大事 以前都这样 不管喝多些酒 她要是喝多了 她就打电话说我喝多了 回不来了 这一次丈夫不仅没有给家人打电话 而且还有一个反常情况 喝多了酒 她咋得把车子推回来 尤其是和张景龙喝酒 以往喝多时 如果不住店 张景龙都是亲自把李承涛送回家 并找人把车子推回来 鉴于此 交集中的妻子 祝福五弟 马上联系张景龙 同时组织亲友 开始找人 直接她上院设 装饰儿那点找去了 找去她 她说妈干活人都在 就没她 心里觉得难受 只能帮着找了 张景龙和李承涛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 她说 昨晚酒后 她俩各自回家了 二人的家 一个城南 一个城北之外 此刻张景龙也积极组织人员 往李承涛家所在的城南方向寻找 整整一上午的寻找 毫无踪迹 家人万分焦虑时 11点45分 一个来电让寻找停了下来 这个电话恰恰是丈夫李承涛的手机打来的 李承涛在家排行老四 妻子称他老四 那会我要报案起来 一听这个电话了 我就没报案 对方欲言含糊 也没有回答聂力军的问话 就挂机了 尽管如此 妻子还是转忧为喜 乐观的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如果丈夫喝醉了 那么二十几个小时 怎么也该醒酒了 家人在昨晚他们喝酒的饭店 也问到了一个新情况 我女婿第二天早晨8点点钟推车子家 第二天早晨11点钟你没醒酒吗 你会推车子你就醒不了酒吗 对吧 这不是矛盾吗 失踪一夜的李承涛早晨去饭店推了车子 11点多又给妻子打了电话 但电话中只说不打 更没有告诉自己在哪 之后既不开机也不回家 你干嘛你还会打电话还不回来呢 你又没干了什么短的见了的人的事 为什么你不回家呢 此刻张景龙又来到李承涛家 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可是就在张景龙的叙述中 岳母似乎感觉到一些不真实的情况 说我们家女婿告诉她慢点的 她就这么说的呀 那我不信呀 我就觉得不信 她要喝多会说这话她就不多呀 她值得高 她慢点她能多吗 她为什么她就不骑车子回来呢 这一连串异常现象 令家人再次生疑 傍晚就在大家开始再次寻找时 妻子也再次接到了丈夫的手机来电 你喝多了 喝多你在哪呢 我们跑去找你去 你快点回来啊 她主动给我打过来了 下午我再来之后打电话 她那啥 她就不愿意了 一会就不对劲了 因为她就打呼了不说话了 我就说不行报警 丈夫不仅一句话没说 这次来电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 电话未挂 突然传来呼呼呼很大的响声 此后就一直无忍接听 此时 距离李承涛失踪整整一天了 警方接到了这个报案 到了一天一夜的时候 这时候感觉到 这个人可能是丢了 出外地了 出外地出走了 还是到哪了 在调查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李承涛 这个人没有战务纠纷 也没有婚外情史 而且夫妻双方和家里面的关系 处得都非常好 我们就觉得李承涛这个案子 是一起无故的失踪案 在这个只有十万人口 祥和的小县城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三种情况以外的失踪案 两次给妻子打电话 说回家 还没回家 这样应该是李承涛出现意外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作为我们刑警队 就应该 难道失踪人口 疑似被害 案件进行立案侦察 但是这个案件没有现场 不知道现场在哪 人失踪了 犯罪分子是谁不知道 刚刚到任三个月的杨玉海局长 以他多年的刑侦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 断定 这将是一起不同寻常的案件 李承涛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厚道的人 他的失踪令家人和工友们心急如焚 大家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 配合警方大范围寻找 虽然这是一起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故事的案 但案件暴露出太多反常的细节 家人也开始质疑 等着他就又看到他一个后背 又推车子走了 我就认为这个不是他推的车子 他说他喝多了 一会儿回家 这个电话是不是他打过 压他找他找的那个 你说那个着急吧 他赶紧见 他是那女婿电话的心情 就赶紧接 听不出来是他女婿电话 是张静龙变口音 我怎么怀疑是这种的 李承涛依然毫无消息 种种反常的细节 昭示了案件的复杂性 多个疑点 正是警方侦查的重点 找了五天 哎呀这都人街边的 三十里地以内都找了 专业工百分之就住就去了 积木车就是咱们这个街上 这个街里的这些专业工也帮着找 在街里找 我们上野外找 当时这个张静龙呢 也在这个找人这个队伍当中 警方第一时间 将正在找人队伍中的张静龙 找到公安局 这不仅仅因为 他是最后一个 与失踪者接触的人 当张静龙进到刑警队以后呀 马上我们就意识到了 因为张静龙 曾经两次受过公安局的处理 首先从这个人的人品上 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详细地进行对他询问 十几年前 王震军大队长就曾经对峙过张静龙 第一次就是因为别人告发了强烟幼女 第二次因为盗窃山羊 但两次都逃脱了公安局的打击 以前爱偷点别人的东西 这个从座坊上有点毛病 这个人是在这个做了案子以后呀 脑子挺聪明 同时呢 也嘴也相当硬 没有确实的证据 这个在一般的场上 他从来不承认 当年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也只能做无罪处理 这个引起村民公愤的张静龙 如今和李承涛的失踪 又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对此村民的态度依然鲜明 议论这个事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都怀疑他 也许是当年的侥幸心力很重 再次走进公安局的张静龙 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 警方掌握了张静龙的人性 和说话的可信度 对他的询问 必将是一场心力 智力和气势上的较量 张静龙很无辜的说 他怎么也不会害了老实厚道的李长涛 那么这个人人都躲着的张静龙 和李承涛之间到底有了什么招惹 以至于李承涛久后就失踪了 但李承涛的妻子披露了一个线索 八年前张静龙借了李承涛八千元钱 至今未还 警方分析 李家提到的这个债务情况 很可能就是李承涛失踪的真正原因 近日李承涛催过张静龙还钱 这个张静龙的奖 就说咱们见面 我商量上来看还钱的事 这样到下午五点 两人见了面 二人喝酒是为了商量还钱 酒后李承涛就下落不明了 但李家人说 以前他们之间也有过这样的经济往外 去年说那个人还比较说话 还比较情有情有 结果一回钱 说哪天花就哪天花了 八千块钱不可能 谁也不可能说是八千 八千块钱 害死的 张静龙强调的说法 家人复杂的态度 村民一致的观点 警方所有的判断 都将拿证据说话 他讲我借他这八千块钱 我的位妹能够偿还 而且我家里有牛 有五六十条牛 有五十条牛 哎呀妈呀 那个锅都没油 那个毛它都没油 你像我吃一条牛呢 哪个没了吧 这张 谎言不攻自破 张静龙在这样的核心问题上 说了好 首先我们要排除他 因为他是他的同伴 他来从小一块长大的 关系很好 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把他摘掉 但是从现在来看 他摘不掉 针对李承涛失踪后 打给妻子的两个电话 警方的侦查也发现了新的疑点 我们就问李承涛的家属 在接到这两个电话的同时 这个张静龙在哪 经过这个李承涛家属的详细回忆 他们家突然也一反映出来了 说当时张静龙和我不在一起 恰恰就是在接这两个电话的时候 张静龙脱离了李承涛家属的事情 在这两个敏感时间点上 张静龙恰恰出现了短时间消失 不管他的消失有多大的残性 纪真都精确反映出那两个特殊时间段 张静龙和李承涛是在同一个位置 通过技术手段 确认张静龙和李承涛应该是在一起的 但是作为张静龙来讲 还在积极的帮助查找李承涛 那李承涛活着的可能性还大了 不大了 就是说明李承涛有可能被害了 这样被害的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应该是张静龙 张静龙的谎言 一一被戳传后 依然在思考否认 李承涛的失踪与自己有关 李承涛失踪后 张静龙曾专门去饭店 嘱咐过店铺 如果警察来调查 就说自行车是李承涛推走的 在第一天喝酒的其中的一个人 就是穿着一条迷彩裤子 戴着帽子 穿着一个干活用的大衣 当时来了 就把自行车从外面推走了 他说肯定是 因为当时推车子这个人 穿的那个衣服 跟那个失踪的人 就是一身衣服 警方不仅查实了这样一个假象 而且还在张静龙身上 发现了更加可疑的东西 张静龙不断用谎言 干扰警方的侦查 大量的核查工作 消耗着警方侦破的黄金时间 但是对于训练有素的多轮警方 注意力不仅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观察力反而更加敏锐 我就注意他这个衣服 发现他那个左肩上 有一点暗红色的东西 但非常小 就当时就问他 张静龙你这个衣服上 粘着都什么东西 我当时给他提到血的时候 他没什么变化 非常自然说 我这是在家 前两天家里淹死个牛 我在家宰牛了 被岳母说成 家里连一个牛毛都没有的张静龙 此刻却说 这是在家宰牛时溅在身上的血 这话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警方提出对污渍进行化验 当然行 公安局的人问我啥 我得积极配合你们 他就非常主动的 就把这件衣服给脱了下来 不是牛血 一定是人血 肯定 肯定是人血以后 在我们心里就一阵 因为啥 李承涛不见了 在这个张静龙身上有血 而且是人血 张静龙反应挺快 意思是说 李承涛跟我是朋友 跟我在一起喝酒找不见了 出现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楚 这样实际我给你们隐瞒了一些情况 他主动说 这是李承涛的血 我们说那怎么是李承涛 李承涛的血怎么能跑在你身上的 我学在你身上的 这不是这样 我承认我是别人给打的 谁打的 不是你们两个小伙子 张静龙就说 其实我俩在第一个饭馆里喝完酒以后 出来和两个骑电动车男的打起来 我在给他擦鼻血的时候 见到我身上的血 这也可能是符合实际 从这个说法 通过调查 找不见打架的人 就这么点个小县城 而且当时天不是太晚 应该是有人能看见 调查结果没有发现这个人 在张静龙所说的打架地点 侦察员也没有在地面上发现任何血迹 到底是不是李承涛的血迹 多轮县公安局现有条件 只能鉴定是不是人血 确认是哪个人的血 还要带上笔对样本 到千里之外的自治区公安厅 为了多争取一份李承涛生还的可能 法医要赶在第一趟搬车前准备好所有的剪裁 和比对样本 然而这个环节却让多轮警方颇费周折 是不是李承涛的血迹 这样要做同意认定的时候 必须要采集李承涛子女的血 才是最准确的 结果令人意外 他的子女不具备比对条件 紧接着做第二步 意思是父母的血迹 血样也可以 但是得到的消息 父母去世 太巧合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请示了公安厅的专家 意思是子女的 同胞姊妹的血迹也可以 但是要求的数量 必须达到四人以上 才能做是不是同胞姊妹的认定 当时我心里就没底了 子女是抱养的 父母去世了 四个姊妹的以上的家庭太少了 我从我心里觉得是挺失望 作为DNA同意认定来讲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作为证据来讲是唯一的 幸亏李承涛兄弟姐妹超过5人 坚定的结果印证了警方的猜测 张景龙身上的血迹 正是失踪者李承涛的 李承涛下落不明 已经五天了 血迹又出现在了嫌疑很大的张景龙身上 李承涛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一般的杀人案都是有杀人现场 或者是有第一现场 有第二现场 现在这个案件是没有现场 找不到作案现场 无法从现场提取痕迹物证 直接锁定凶手 警方力图从张景龙当晚活动的轨迹中 寻找线索 你说你喝完酒以后怎么回事 我喝完酒他发现就走 我们他走了 喝完酒以后就是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按照张景龙讲就是各自回家了 张景龙期末到回到那个农村的 蔡美山香一家河村 李承涛在城镇居住 李承涛在他分手以后就不知趣向了 那么警方在调查张景龙当晚是否回过家时 妻子的情绪异常几率 非常激动 当时就是不停的哭 我们问他所有的问题 他就是哭 而且最后就是记不起来了 我们再问啥也不说了 我也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他感觉他丈夫应该是 当天晚上惹了挺大的祸 妻子在丈夫回没回家 这个问题上的异常反应 更加说明了 那天夜里 丈夫应该是有了异常行为 我们侦查 现在能够确定 李承涛和张景龙 在十一点之后 实际两个人并没有分开 而是两个人还依旧在一起 而且还是在同一个点上 这就证明 张景龙说两个人分开的 那个时间是不对的 张景龙极力掩盖 自己当晚与李承涛分手的 准确时间和地点 回避自己真实的活动路线 目的昭然若揭 张景龙不断制造谎言 拖延警方查证的时间 他是在和我们耗时间 因为他清楚 如果在那个短时间内 我不交代 李承涛 你们找不见 我就可以逍遥法外 门会关关了 审讯还在艰难进行 侦查正在深入展开 此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准确提供出 案发当晚 张景龙曾在自己的母亲家一带 有过长时间停留 应该是在四个小时左右 张景龙谎称 自己当晚回了在乡下一都河的家 这个说法被警方的侦查完全颠覆 线索反馈 他不仅没有回自己的家 而且和李承涛一起 出现在了距离自家十公里外的上都河母亲家一带 有人准确的认定李承涛和张景龙 12号的凌晨 两个人是在一起 那个地点就应该是在张景龙的母亲家 一个知情人也佐证了警方的这个重要节目 我对出租车司机说 12号的凌晨 接近四点 他接过一个电话 有一个人就告诉他说 上上都河来接抵他 当时我们搞了一个辨认 这个出租车司机一眼就能认出了 这个当天黑夜打电话的人 就应该是张景龙 由于是凌晨四点 时间太早 这名司机没有从县城赶到四十公里外的上都河 来接张景龙 警方分析 这四个小时应该就是张景龙 杀人灭迹的作案事件 因此张景龙母亲家一带是警方重点搜查地段 我们当时分析如果李正涛已经被害 李正涛的尸体有可能是埋在山上或旷野上 可能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因为我们这儿的地势是丘陵地带 地势比较复杂 对藏一个人来讲非常容易 如果找一个人犹如大河楼真 搜查正在进行中 审讯气氛依然紧张 当我们警方就是追问他紧的时候 他就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完了紧接着下面就是一段假话 他也知道我们警方找了 作为他来讲 就是说继续往下边 就是哎呀 其实我做坏事了 我当天晚上其实真没回家 我准备在城里偷一部车 这样呢 我跟李正涛分手以后呀 我就在城里断了一夜 这样在我们再三的追问下 他又说 我再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不是偷车了 我在城外准备偷牛了 这个我上车说的就是实话了 所以他给自己加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实 他说我去偷车 我去偷牛 转移我们警察侦查人员的视线 每一遍和每一遍的都不一样 询问他几次 就可以出来几次个办法 偷牛也是违法犯罪了 是偷车也是违法犯罪了 自己既然没有做的事 为什么还要自己 往自己身上揽罪行呢 这样他就实际是在回避李正涛 在给自己避重就轻 所以说我们觉得 偷车和偷牛全是掩盖他 杀害李正涛 这个犯罪事实 至此张景龙编造的一系列假话 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 一条条线索的疏离 侦查正在一步步接近真相 以李正涛他母亲家为中心 方圆施工里进行了一天的搜索 没有结果 但是如果见不到李正涛的尸体 作为张景龙来讲 没法处理 由于室内外比较乏乱 相关痕迹物证的搜查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就在第二轮搜查中 警方在张景龙母亲家意外发现了一个国家管制器具 弩 这个东西一般是50米之内和手枪基本上差不多 它没有手枪那么肿 但是它的威力很大 通过这个炉在审讯当中 我们给它一个致命的心理的崩溃 天上的顶棚里的东西我们能找到 李正涛不可能到天上 地下的东西我们也能找得着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有说对我们掌握的证据 在恰当时尚的时候 向那个张景龙出事 打破他的心理方向 我想我说 什么来的这边制作的这 这批放弃 我说给了一包 我说打完他以后 这钱你们有没有给刺 就抱歉我钱 别省心了 这些后件 什么件事 当时给我科技 我是真的不要 这样的杀人动机 让在场的侦察员十分惊讶 在八千元钱和好友之间 张景龙惯性地选择了金钱 在罪恶和人性之间 张景龙瓦解了人性 再次选择了罪恶 仅仅为八千块钱的追债 张景龙残害 张景龙残害一起长大的好友 而且选择自己的母亲家作案 埋尸悔计 在张景龙的换算公式里 金钱重于友情 重于亲情 重于人性 重于他人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罪恶之举 村民依然有话要说 他自己把他自己除掉了 也是为老百姓 就是除掉遗害了 报刑之后 铁证面前 张景龙拿出这样的用词和态度 令人发指 这人得千多万管他 我快恨死他了 我哪难过呀 我见人问你 我说死了好 有的说死了好 有的说活了好 死人的场景 借账要还账 这是天明必须的事 哎呀我这活一辈 六十岁没进屋这事呀 哎呀我又死人 我又打钱呢 我心里还未经有事 不能说呀 因李成涛的孩子只有六岁 遭遇如此巨大悲伤的一家人 也只能背着孩子承受悲痛 这四人心肺的痛 能否触动张景龙久已麻木的灵魂 哎呀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做了这么愚蠢的事 让人看很可笑 我自己都恨我自己 笑我自己 我对不起我的家人 这些都对不起 这些都疼于没有 一个小小的几千块钱要一个人命 如果你不杀他 你自己也死不了 所以说你留的命 你还挣不了八千块钱 张景龙能对身边仅有的无怨无仇的好友 做出如此恶性 也许他无意中的一句评价 为自己一贯的行为 做出来最准确的注解 没有人说不好 命案必破 我们作为当地的守护神也好 守卫者也好 必须向老百姓一个交代 孩子没有爸爸 媳妇没有自己的丈夫 都是受害人 直到此时 38岁的张景龙才明白 如今再怎样的哀叹和悔恨 都无力毁贴 把我家里所有能得钱的得钱 该有什么钱 有多些给多些 这是我最大能力 该给人都给 我必须得给人家 让他们的人回不来 代表张景龙去做一些事情 两天我也去看看你们去 现在没有勇气 你的诚意就是最大的勇气 怕我也怕人家 把我赶出来 骂出来 我都会去看看你们的 最大的广告 任何人会在这儿 都会不会跟着我 感谢 这些优秀 当然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